澳洲首都坎培拉郊區一項廚餘回收計畫 正在進行 他們的目標是要把每年數萬公噸的廚餘 還有原藝廢棄物 從一般垃圾轉化成有用的堆肥 住在澳洲坎培拉近郊的卡辛先生 老師覺得處理廚餘很困擾 直接當垃圾丟棄 又對環境不好 美聯社報導 坎培拉的家戶有機廢棄物 約三分之一都是來自食物廚餘 換算約每年兩萬六千公噸 這些廚餘直接丟進垃圾廠 產生的甲烷將聚全球暖化 一項稱為Fogo的有機物回收計畫 在坎培拉四個郊區是營運 參與計畫的家庭會拿到一個小廚餘桶 裝滿後再拿到更大的Fogo回收桶 集中處理 這些收集而來的有機廢棄物都會被做成堆肥 初步數據顯示Fogo計畫已成功回收了 百分之二十五原本要進垃圾廠的廚餘 為了確保投入的是廚餘不是其他東西 銅蓋上明確寫著可以和不行回收的項目 Fogo在坎培拉的廚餘計畫 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擴大服務範圍 大型工業用堆肥機的建設 預計需要花兩年的時間 公視新聞林笑如辯譯